中巴尖桥45年来 双方始终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典范 专家认为 习近平主席此访 不仅将让中巴关系进一步发展 也将推动金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访问巴西期间 习主席将从巴西总统 伯索纳罗举行会谈 这也是一个月内 两国元首再次互动 专家表示 此访有望拓宽中巴间的务实合作 两国之间会开启一系列 务实合作的领域 对于双方的经济发展 国内的经济改革 产生更多的注意 所以对于中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会看到有更多的合作的机遇 双方也在试图落实 和寻找这些更多的机遇 关于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1次会晤 专家表示 中国对金砖机制的发展 有自身的理念和设计 在这次会晤上 也将提出自己的主张 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在中国看来 在经济全球化 遭遇到逆流的背景之下 发展中国家 新兴经济体 应该更多的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而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当今世界的发展的进程中 机遇和挑战并存 如何来抓住机遇 来搭乘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核心的要素 成为了发展中国家 交流互建的一个重点 在国际形势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投向了金砖 而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金砖国家也将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多贡献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